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史密斯父子联合打怪的科幻片《重返地球》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地球的环境不断的恶化 人类已经无法在地球上居住 于是决定移居到一个新的星球上去生活 被选中的星球上有外星人员住民 看到地球人来占领自己的星球 于是派出了秘密武器,大怪物,来对付地球人 在庞然大物面前,人类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在人类存亡的危急关头 威尔·史密斯饰演的赛福挺身而出 只身一人打败了大量的怪物 原来这怪物竟没有视力,无法看到敌人 而是通过敌人身上因恐怖分泌的激素来定位 赛福对这些怪物没有一丝的恐惧 就像穿了一件隐形的衣服在战斗 所有怪物都不是他的对手 外星人看到这样的情景 只好把这个星球让给地球人居住 人类便在这个星球上安了家 贾登·史密斯在电影里饰演的儿子吉泰 与爸爸有着很大的隔阂 因为英雄爸爸在外杀怪物的时候 吉泰的姐姐为了保护他,被怪物杀死了 一直以来吉泰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妈妈知道儿子的心思 为了缓解儿子和丈夫的关系 劝说丈夫带着儿子一起去执行任务 以此来增进父子间的感情 赛福答应了 于是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他们把之前屠杀人类的怪物送到另一个训练营里 以此训练士兵的鬼影能力 鬼影能力也就是面对怪物的时候不产生恐惧 这样就不会被怪物发现 然而飞船里的吉泰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关押怪物的船舱 没接受过训练的吉泰散发了恐惧的激素 这让怪物蠢蠢欲动 就在这时飞船遭遇了小行星风暴 飞船开始急速坠落 碰巧落在了地球上了 巨大的冲击力让飞机上除了塞福和吉泰以外的士兵都丧了名 塞福也受了重伤无法动弹 塞福告诉儿子 飞船的尾部落在了很远的地方 需要他找到飞船尾部里的求救信号机 向总部发射求救信号 这样他们才能得救 吉泰看着无法动弹的父亲 只好自己去寻找飞船的尾部 银行前塞福给了吉泰一个通讯器 可以随时指挥儿子 而地球上的生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异 变得一场巨大凶猛 吉泰在丛林里先是遇到了一群沸沸的追击 接着又被毒蛇咬了 因为害怕 吉泰根本听不进去任何父亲的指挥 呼吸过滤器也即将耗尽 塞福担心儿子的安危 让他立刻停止任务 远路返回 然而吉泰在这时崩溃的大哭 还违抗了父亲的命令继续向前 在路上帮一只老鹰打败了狮子 在打的过程中摔坏了通讯器 无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他只好一路向前 周一的温差差点把吉泰冷死 此时老鹰发现了他 用自己的体温救活了他 而老鹰却就此死去 就让吉泰无比难过 而飞船里的塞福一直担心着儿子的安危 身上的伤势也逐渐恶化 好在这时 吉泰顺利地找到了飞船的尾部 但原本关押在飞船里的怪物 已经跑了出来 为了发射求救信号 吉泰来到了山顶 从飞船里跑出来的怪物发现了他 一顿疯狂的攻击让吉泰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时 想到了死去的姐姐和父亲的话 又像打鸡血般重新振作起来 心里也不再恐惧面前的大怪物 真正的做到了鬼影 这时候杀怪物就像杀鸡一样简单 他用武器砍下怪物的爪子 从高处纵身一跃 异道解决了怪物 并且成功发射了求救信号 拯救了自己和父亲 得到治疗后的父亲 看到儿子的蜕变非常欣慰 两人也相视一笑拥抱在一起 父子间的隔阂也从此消失 吉泰也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 父子党的上一部影片 还是当幸福来敲门 获得了不少的赞誉和评价 但是这部片子就没那么幸福了 单一的叙事和开了挂一样的贾登史密斯 遭到了不少的吐槽 整部影片看下来 也只看到了威尔史密斯 想捧红儿子的心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点个赞和关注再走呗 科幻战见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